大家好,又是枯正推薦的節目時間,我是黃偉國 今次推薦的都是一本書 這本書其實作者大家都很認識 給我一點提示 這個作者其實在九七年之前 是管治香港最後一個政治領導 可以這麼說,這個政治領導對於一些年紀較大的人來說 都仍然留在一個很深刻的人像 特別是經歷了二十五年一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統治之下的香港人 突然感受到,為什麼港人治港到二十五年之後是一筆史呢? 這個人大家都可能知道,就是彭定康 所以這次固定推薦的這本書 就是他最近出版的這本書 就叫做《香港日記》 他既然是香港最一任總督 可想很多香港人對他的認識就是和北京作對 或者被已經死了的魯平放去做千古罪人 或者還有他吃蛋撻和喝涼茶 兼無清場找支持者做馬的親民作風 和九七年之後一班特首比較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最近他出版本書是根據他的日記 是由1992年4月10日他還在英國 去到1997年6月30日離開香港的日常生活 而講解他的日常生活 當然離不開他的家庭和政治事物兩個部分 在下面我會截錄書中部分的內容和大家分享 1992年4月10日 我大概猜到因為工黨倡議策略性投票 搞到我沒有做過議席 我的支持者和家人當然很不開心 然後手上馬卓安跟我談未來的打算 他開出了不同的選項 還會加上其中一個選項 去香港做總督 我對他提供的選項感到興趣 4月11日及12日 對於我的未來 方恩有很多傳聞 但都只有一個講字 有沒有引述我的看法 對香港這個感覺良好的選項 有很多負面的理由 香港似乎是一份合適的工作 不一定贏得世界的掌聲 但是一份榮耀的事業 我太太榮彤跟我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她說過 如果你不做港督的話 可能你會終身後悔 但如果我去做港督的話 榮彤就要作出很大的犧牲 因為她可以留在英國做大狀 對我來說 成為香港的市長 以及處理與中國之間 極有難度的外交關係 真的很興奮 而這個將會是歷史任務 因為我會是英國很主要殖民地的 最後一任總督 雖然是一份有難度的工作 但我要告訴全世界 我們可以用體面的方式 完成皇室最終的責任 香港人不會被出賣 4月17至21日 我在法國和家人度假的時候 我寫信給首相 表達想去香港做總督 之後再打電話給她跟她說 她很明白我 對於要離開她和政府去香港 有點內疚 但正如我太太這樣說 不用怪責自己 事實是我內心有一種諷刺的想法 是巴複市的選民 一人一票選我出來做港督 之後一連串簡報會 我知道我要在衝突和壓力之下工作 首先香港人的想法 希望和中國和平共處 但同時又想有一個港督 能夠站在香港人那一邊 我的前任港督韋奕迅 不少商界人士批評她對北京不夠強硬 有時這樣說又有點不公平 我懷疑想和中國和平共處的人 越近九七人數會越多 而後者和中方企硬的會減少 其次香港有一班人 加上外力的推動 希望積極推動有更大的民主 同時更保守的商界背景人士不想得罪中國 這班人很多有外國護照 第三 當商界不想和中國有任何麻煩的時候 他們又希望繼續有法治和穩定的環境 讓市場經濟可以延續下來 第四 除非香港誤入其道 有一班人不是好理這裡發生什麼事 他們對香港人所做的好事感到滿意 但對北京的老人政治感到窒息 特別這班老人 蔑視對人權等概念 還有一班在北京的戰狼 想香港經濟繼續成功 但是不想香港成為民運或異見人士的焦點 這班人根本不信英國 他們認為英國想在香港拿著數 撤離之前將錢運走光 並且留下政治計時炸彈 希望日後將這個專制政權炸到粉碎 雖然只在裏面其中三節部分的內容 但已經將肥彈尼香港的心路歷程 和英方如何研判中國和香港的形勢寫得出來 而對於了解九七前後中英關係的內幕 它是一手紀錄有參考的價值 這本書不單止說到一九九七年 還有副言的部分說到一九九七年之後 香港發生什麼事 導致香港的崩壞 以及書中提及的重要人物之後的動向 最後 在香港的崩壞章節 我又引述肥彭的一段說話作為完結 香港為自由及正義而戰 我們與香港並肩而戰 中國的異見藝術家艾美美說到 香港的光榮 以及真正的勝利 將會由歷史 而不是由政權去平定 從歷史的角度 世人不會忘記香港人的自主和自由靈魂 以及為自由、民主、尊嚴而付出的代價 這場鬥爭正延續下去 而更加成為肯定自己的原因 這場鬥爭的道路 無法失守 是有意思 我會在香港中心的敬礙 已經是在香港中心的敬礙 一種一種敬礙 很久 敬礙 在香港中心的敬礙